各位 在我們這裏的ABC 就是澳洲廣播電台 有一個節目叫China Today 即是中國今晚 今晚中國 主持人訪問了中國前的軍事大教 現在他是清華大學戰略和安全研究中生物研究員 中國論壇的特約專家周波 在觀察者網上翻譯了中文 那段訪問是英文的 周波的英文都非常好 可惜我用了Google幫我把簡體字轉為繁體字 把周字交到小餐廳上去 不好意思 周波大研究員 但其中一個主要的東西就是澳洲就說 如果中國在所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的話 這就會跨越了一條所謂的紅線了 這有幾個問題在這裏 第一 從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的官方都說 不是軍事基地 而這個ABC就堅硬說是軍事基地 這個已經是錯了 你不可以將你以為的東西塞在別人 當別人是真的 這是犯了一個基本上的錯誤 第二個錯誤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訂的安全架構 也都是和所羅門群島和澳洲簽訂的安全架構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為所羅門群島提供安全 中國也可以為所羅門群島提供安全 而這個安全架構是所羅門群島主動要求中國和它簽訂的 原因很簡單 在去年2021年11月 所羅門群島發生了一次暴動事件 大批中國的商人 在當地商人的店舖受到破壞 而當時澳洲派了人去所羅門群島 協助處理這個騷動事件 但是所羅門群島那邊的警察就說 澳洲派來的人員就決定會袖手旁觀 由得中國的商鋪被這些暴徒破壞 這就是來自所羅門群島的 因此所羅門群島覺得有需要邀請中國派人去所羅門群島 當有要求是 記住 它不是叫中國在所羅門群島駐軍 絕對沒有這件事 而是當所羅門群島有需要的時候 它可以邀請中國派遣一些軍隊或者警察 來協助所羅門群島 而目前一個計劃就是 中國會提供一些訓練服務給所羅門群島的保安人員 教他們怎樣可以做一些保安的工作 這個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絕對可以做的事 而是 第一 主持人兩次起碼 雜短了 周波的發言 這是非常沒禮貌的 因為如果你訪問我 你起碼要給我機會說我所有要說的事 你不可以中間插斷我 這是第一 第二 他提到中國有一個野心 這個就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他就說中國會有一個全球野心 但是周波回答就沒有 中國沒有這件事 中國完全沒有全球野心 我們不想做世界警察 然後他轉了口氣就說 你想做地區性的強國 做地區性強國也不等於要在世界各地駐軍 只是哪一個國家是世界各地駐軍呢 以前當然是英國 現在是美國 有五百多個至八百多個軍事基地在全球上 中國只有一個 二就是在吉提伊 但是那個地方 就不止一個國家有駐軍 有幾個國家有駐軍 這是租住軍地給別人賺錢的可能 所以中國從來 也都在中國崛起這麼久 從來未曾派兵出過去任何地方 唯一做過那兩次 一次就是幫助北韓 另外一次就是幫助越南 兩次 中國從來未曾派過軍隊出去戰鬥的 中國派出的軍隊全部都是為和人道主義的 這個 周波也說得很清楚 中國目前來說沒有任何軍事行動在世界任何地方 也都沒有打算有軍事行動 接著就講到兩個 他們西方上港的問題 一個就是南海問題 另一個就是台灣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全世界有180多個國家 承認一個中國的 包括澳洲這裏 所以當我主持人說 台灣國家 Country of Taiwan 周波就沒有時間回答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這個不對的 台灣不是國家 現在台灣是中國一部份 而中國保留向台灣施用武力 Reunite 再次統一 是有條件的 條件就是台灣搞台獨 第二 有外國勢力 走到台灣 慫恿台灣搞台獨 形成大的事件 第三就是當中國發現所有用和平去統一台灣的手段 已經完全沒有了 沒有用了 才會考慮用武力 任何國家 對於自己國家主權 這是一個必然事 這是國家內務事件 也不關你澳洲 美國什麼事 如果 就算中國用武力 統一台灣 你夠不夠膽跟中國開戰 絕對不敢 絕對不敢 跟現在烏克蘭事件一樣 他敢不敢跟俄羅斯開戰 絕對不敢 因為 他們知道 跟核子大國之間開戰 只會全人類滅亡 只會全人類滅亡 另外說到關於南海那邊 南海中國承認和很多地方有 大家有意見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中國當然說我們 中國在我們的歷史上記載了 在南中國海島嶼上的管治權 是有意見的 這個我們數回很遠很遠 幾百年前幾千年前都已經有 跟你 西方列強在幾百 二百年前在世界各地 做移民 相差很遠 你們搞殖民 中國沒有搞殖民 這個島上根本沒有人住 而是中國當時的確有 余選 是用這些島來做補給 所以這個 在中國管轄之下已經 有歷史記載 當然他現在不想 認這些事情 但我覺得 將來同親這些外國人 接受訪問 一定要這些準備好 告訴他 我們有這些記載證明這些地方 我們不是你們說的 而他提到 以前有菲律賓那邊 他還沒換新總統之前 那個不知多少小的那個 就蒙了中國說去仲裁 記住 那個不是國際法庭 那個不是正式的仲裁機構 不是聯合國正式的仲裁機構 只是私人租了聯合國一個會議廳來做仲裁 所以這個 沒有任何法律地位 你拿回這個來講 我一於都是搖頭 不是這個完全沒有法律地位 這個只是 只是 在Hays那邊 海牙那邊 有人租了個房 用個房來找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人在那邊 搞些事情 這樣叫做國際仲裁 當然不是 國際仲裁一定要 幾方面一起出席 中國根本沒有出席 所以不是仲裁 所以千萬不要混淆視聽 但沒有說在西方媒體 會發瘋咬私聽 沒有辦法 我相信 我的本地朋友一定會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打算 稍微沒有我忙的時候 我想今個星期之內 做一條影片 跟本地朋友說清楚 到底這個 這樣的訪問之中 那些錯在哪裏 然後跟大家 解釋一下 這個我就會放在我自己的 英文 頻道那邊 先給我們中文頻道的朋友 分享我的看法 先囉 謝謝大家